护佑,山一城,水一城拥挤人潮中,你们护佑这一城春运执勤中的短暂相遇,和踏上归途的脚步一样匆匆。 做春运卫视的你们多想自己也能是那年回家的旅客,而视频那头君娃的点赞,和加油让你们的付出有了由头,让所有团聚都如此珍贵。 图为迷彩影子一文中的男女主人公葛东谋和吴建芳,在看儿子发来的慰问视频。 高续姚文谈至伟图,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壮观纤细,又一次随着春运来临拉开大幕,火车站、汽车站、飞机场,川流不息的人群间,攒动着一颗颗急切的心。 然而,对大多数人而言的幸福团圆,此刻在肩负护航春运任务的官兵身上,却意味着分别和思念。 所幸的是,支持、理解和坚守让这些军人的小家,洋溢着令人感佩的大爱,温暖了一路归家人,串起了一路年位与春意。 编者,站台重逢,所有站台都一样。 不断见证着离别和重逢。 对于父亲王碧涛来说,每次重逢都是精心计划的最后一个环节。 但儿子王妃,却不断制造计划外的惊险与精彩。 腊月十八,银川火车站。 王碧涛,王碧涛拎着全聚德烤鸭和道乡村点心,跟随熙熙攘攘的人流走上站台。 从北京出发前,他买齐了儿子爱吃的食品,但没有给王妃打电话。 年年春运期间,儿子都在银川火车站直勤巡逻。 只要看见橄榄绿,就能找到儿子。 这一点,可能不倒老兵王碧涛。 王碧涛十八岁参军入伍,成为武警名下总队小有名气的秀才兵。 1995年,王碧涛掉入北京,多年后又转业到地方工作。 他万万没想到,儿子王妃在考上首都师范大学后, 逆然决定参军入伍,重返父亲老部队,成为武警名下总队一名大学生士兵。 入伍后,在给父亲的信中,王妃申请写道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征。 如今我沿着您曾走的路继续前进,请放心,我会延续您的荣光。 一定会在部队好好干,贡献属于我的青春力量。 两年后,王妃考入军校,成长为武警警官,思念之情难以排遣。 王碧涛就主动向儿子靠拢,哪怕不说话,远远看一眼尚未尚的儿子。 我一心安,说巧也巧。 正在此时,站台另一侧,武警中为王妃搀扶着一位老人,急步走来。 列车长,这位老人与妻子走散,误了车次。 我刚刚跟他家人取得联系,帮他补了下趟车票。 家人会在下一站等他。 王妃一边向列车长解释,一边把水和食物塞给老人。 列车启动水离。 王妃立正静里,转身发现父亲,一脸惊喜地喊,爸,你啥时候来的? 惊不惊喜。 意不意外,王碧涛跟儿子开起玩笑。 其实,重逢的惊喜年年有。 连续四年春节,王碧涛和妻子都赶回银川过年。 继位探望岳母,时也着实想见儿子。 正是父子两人第四次在银川火车站相见。 然而,意外意识年年有。 去年,那月二十九,王妃带队巡逻。 发现可疑人员,请迅速支援。 突然,对蒋机里传来命令,王妃非奔到检票口。 只见一名可疑人员正与铁路公安人员对峙。 王妃一边手持防暴盾牌向前,一边指挥人员用防暴插控制对方。 那一次,搜出毒品二十克。 前年,农历小年,又歹徒企图抢劫枪支。 企图抢劫枪支。 王妃听到警报时,距离安检口哨兵还有百米。 他一路冲刺。 飞奔向前。 赶至事发地狱。 横脚踹倒歹徒。 少兵说。 这名歹徒在少尉附近徘徊许久。 不停打听少兵手中的枪是真枪。 假枪。 因春运人流拥挤。 少兵怕引起群众恐慌。 不敢凝枪警告。 真的好险。 歹徒已经抓住枪托。 如果不是排长及时赶到。 后果不敢设想。 少兵告诉王碧涛,排长老厉害了。 又一年。 大年初一。 王碧涛回到岳母家三四天。 还没等到王妃回家吃顿饭。 一家人实在无奈。 王碧涛带着妻子和岳父母。 赶到中队见儿子。 爸、妈、今年我拿了嘉奖。 王碧涛仔细追问。 方才得知。 不久前。 王妃执勤时。 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乘客。 王妃面对您晃晃的匕首。 毫无拘策。 穷追不舍。 制服歹徒。 追回了被抢的手机和钱物。 那一天。 王碧涛高兴的多喝了一杯酒。 打仗亲兄弟。 上阵父子兵。 这句老话是王碧涛父子俩的口令。 见面总要对上一遍。 今日也不例外。 站台上。 少位旁。 父子兵第四次在这里重逢。 相视而笑。 吴米,有一种年。 将守望团圆。 春节是什么? 春节是母亲站在村头,盼望孩子回家团圆时的眼神。 是窗花样照下一家人边吃边烙的年夜饭。 是无论多遥远多麻烦,都要跟新人在一起。 是的。 春节是一次家对游子的召唤。 是一种游子对家的眷恋。 这个时候。 回家是最深情的呼唤。 团圆是最动人的交响。 对一年三百六十日。 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军人来说。 当时光以加速度奔向除夕。 当团圆的年味,不断扑鼻而来。 母亲的拥抱,父亲的词语,亲朋好友的唱序。 都是官兵此刻最温暖的期盼。 舌尖上的饺子、年糕、瓷巴,都是大家此时最美好的回味。 年俗里的春联、祭祖、炮掌,都是战友们当前最难忘的记忆。 只因为,军人也是血肉之躯。 也有妻儿老小,也懂儿女情长。 然而,看这浩浩荡荡的回家大军,目睹团团圆圆的亲情画面。 大多数军人只能将思念悄悄收藏。 而后轻轻打开微信视频说。 妈,今年过年孩儿不能回家。 放心,我在部队挺好的。 而通话结束,却掏出口袋里的全家福,任凭思念路师双眸。 这不能回家四个字。 饱含着军人对亲人多少的情与爱。 这不能回家四个字。 捐刻着军人对祖国的多少忠语成。 选择不能回家,是因为坚守站位的每一名军人知道。 越是万家团圆日。 举国欢性时,越让万公当满贤。 将士带假年,心甘行愿不能回家, 是因为坚守站位的每一名军人明白。 风火逐天。 和平树下。 要想秦燃万家灯火,就须见党在外湖峰。 还记得吗? 因为战备值班。 湖北武汉的武警战士王启隆,过节又一次不能回家。 急得一岁多的儿子嚷嚷要爸爸。 无奈之下,妻子带着儿子,来到执勤现场。 王启隆身在岗位不便交谈。 只能挥手目送妻儿离去。 还记得吗? 在威视频春节。 回家是最温暖旅程中。 当超市的老板拉下卷帘门。 对某部的少兵说打烊了。 回家老师。 少兵祝福他,放心过年。 我们军人的职责从不打烊。 还记得吗? 他。 是行罗在北江霍尔果斯某部的边防军人和伟光。 他。 是奋斗在南国某河城里的女军人杨丽娜。 去年蜡月二十九。 他们在各自值班结束后。 不约儿童给对方发了一张窗外万家灯火的美丽夜景。 是啊。 万里边关万里寒。 万家团圆万家暖。 任何时候。 今人永远都是祖国大地壮美山河的守岁人。 永远都是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守护者。 和家团圆的日子里。 夜空陷烂的烟花中。 蕴藏着军人对亲友的思念。 举国欢兴的日子里。 清脆的爆竹声寄托着军人对祖国的祝福。 从军人身上。 我们看到了一种美。 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之美。 从军人身上。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。 这种力量催人奋进。 从军人身上。 我们学到了一种责任。 这种责任让人敢于担当。 有一种年。 叫守望团圆。 让我们给所有坚守在战位的子弟兵。 送上大幕歌。 以无限忠诚作曲。 以无私奉献填词。 唱响祖国迎春曲。 迎接神州大帝和人民军队。 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 刘涵玉。 春运这战。 军扫步来队。 元旦刚过。 北京地铁APP。 便推出了上亿年度出行报告。 Dan出品放د片。 并找找到他人的角落。 桧扫步骤。